第三 九屆情融電影獎 二三日在首盛大巨星 儘管是零度的地位 女性個個都是不怕冷 真相比美呢 年僅19歲的金索炫 穿了深藍色禮服 胸前挖控的設計 看起來相當成熟 也非常漂亮 而第三種魅力的女主角李旭 不僅大露媚背 正面一轉過來不得了 聲咪直接開到肚臍 相當大膽的禮服設計 讓人直噴鼻血呀 而穿著更大膽的就是徐佑力 蕾絲頭腹設計的禮服 直接將內在美展現出來 這樣的穿著大家給幾分呢 韓志明這天選擇了白色禮服 優雅的剪裁承托他的氣質 而他一轉身 給了大家驚喜小露媚背呢 而金香起 選擇了較為中規中矩的禮服 女有太多的露出 也符合他的年紀 展現青春和活力 本日穿著最為保守的女星 應該就是已婚禮的那一天 陸為女主角的普寶英 他將頭髮整齊 縮成包頭素雅的長裙和襯衫 配上大紅唇 展現與以往相當不同的風格 講完女星當然還有男星 已燃燒戀愛陸為的劉雅人 這天穿著黑色西裝 看起來十分帥氣 以電影《婚禮的那一天》 陸為男星人獎的精英光 同樣選擇了黑色西裝登場 本次電禮主持人 金會秀和劉彥席 一白一黑的搭配現身 陰遇寫《未成88天》 入圍男星人獎的男祝賀 高挑的身材以穿什麼都好看 而男星中穿著最特別的 就是朱智勳 以暗術殺人入圍男主角的他 這天以粉紅西裝登場 讓人印象深刻 看完了本集的紅探 誰是你心目中最佳穿著的人呢 請留言告訴我們喔